在土耳其, 自己人的地方生活條件很好 但富爾德人聚居的東土耳其 就懶得融融 不過他們感怒不敢言 纏繞了幾十年的富爾德人問題 可以說是中東這片風火大地上 其中一個最危險的炸彈 大陸的火大地上 把火大地上 零食其就來自豪 大陸的火大地上 有的火大地上 還要是炸彈 零食其就來自豪 不利 大陸的火大地上 是大陸的火大地上 偷有火大地上 尖火大地上 二千多年來 富裔德人在山區過著遊牧的生活 後來不斷擴散 形成一個橫跨土耳其、敘利亞 伊拉克和伊朗的富裔德斯坦地區 在土耳其的東部 富裔德人就最多了 有1400萬人 佔土耳其人口五分之一 以前政府要他們聽話 動一點就抓人、殺人 住的地方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公路 人人都沒有書讀 不准說富裔德話 還有不可以說自己是富裔德人 近十年政府換了人 新人士、新作風 對富裔德人好了 但是他們飽受壓迫 不再相信這一套 因為自己的民族歷史內 人口多應該獨立 為求目的 富裔德遊擊隊 更加殺土耳其軍、殺平民 好, 休息精神了 我們再次出發 這次我們的目的地 叫做渡古拜仙 就是土耳其東部的一個城市 從這裡坐幾個鐘頭車程到達 那個地方聽說挺危險的 因為那裡是富裔德遊擊隊的 聚居和活躍的地方 所以我們嘗試看看 這次能否把握機會 找到他們的足跡 富裔德遊擊隊, 正確的名字是富裔德工人黨 英文簡稱PKK 是國際工營的恐怖組織 他們在1970年成立 目標只有一個 是將富裔德斯坦地區 建立為獨立的國家 其實在這個山區 有很多富裔德遊擊隊 住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們的活躍地帶 剛才看到的軍隊 其實就是監視著他們 慎防他們出來搞事 但現在我們正正進去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是富裔德遊擊隊 活躍的地方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的軍營住在這裡 土耳其軍在東土駐重兵 其實不只是對付遊擊隊 其實還起了警告的作用 讓富裔德仁不敢窩藏遊擊隊 不要拍照, 好嗎? 他叫我們不要拍 下…下去嗎? 現在的裝甲車正在檢查我們 看看我們在這裡做甚麼 問問我們的車裡面有甚麼 因為裝甲車在這區做巡邏 這區可能不太安全 跟所有裝甲車在這裡檢視一下現場 檢視一下這幾個山區裡面 有沒有發生甚麼事 是…可以嗎? 馬上轉過來嚇一嚇我們 裡面大概有七至八個軍人 全部都是裝著機關槍和充滿 他現在阻礙我們前進 剛才他做了一個姿勢 可能不想…不可以再前進了 現在我們就解釋 其實我們路過而已 我們…我們從下來拍照而已 我們現在正在問我們 我們來這裡做甚麼 看著我們的批文 好,我們可以繼續走 繼續走 對, 去到城市 對, 去到城市 對, 去到城市 對, 好, 他說甚麼 他說甚麼 對, 他說… 他說為甚麼 你來軍隊 不再訪問我 但他們是甚麼害怕的 我不知道 真的, 原來, 軍隊很瘋狂 你明白嗎? 陪伴我们的富裕德朋友 对土耳其军的态度很不耐烦 有批文都被你们怀疑? 不是啊? 普通人都这样的反应 游击队肯定更火爆 听闻,每五个富裕德人 就有一个参加过游击队 但是带队的 叫我们千万不要在其他人面前 看PKK这三个字 说说说也会有麻烦 不过他知道我们来的目的 为了不要那么张扬 就中途突然卖掉其他人 只是带我和摄影师 走了入民居 因为很多富裕德游击队的家人 都是住这些街道的 所以很多时候政府军 就会经常在这里巡邏 逐间搜 看看收不收到游击队的城市 这是PKK的队 PKK代表什么呢? 就是富裕德游击队的简称 他们说是富裕德游击队, 这是富裕德游击队的简称 好 城市、地區 聽他們說,經常在這裡開火 這裡有子彈洞 兩、三天前 政府軍和富裔德遊擊隊 就在這裡開火 而這家屋,你見到尚尾子彈洞 正正是開火的地點之一 因為政府軍懷疑 裡面有富裔德遊擊隊在裡面住 是嗎? 這裡有兼職的地方 他們想向警方向他們表明 我們來這裡 我們在這裡,這裡有很多 你看到這裡有多少人 上面全部是雞蛋洞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嗎? 這裡有兼職的兼職人 這裡還活動嗎? 對,在藝術裡 我看到左邊的兩邊 其實全部的屋都好像受到破壞 到處都是垃圾, 牆壁都爛了 設施好像不齊全 這裡給我的感覺好像是一個貧人筆 留太久會很危險 我們現在離開這區 政府軍和游擊隊子彈橫飛 我們老了也害怕 悔得人肯定有得震, 沒得睡 還要被政府盯緊 看來壓力也很大 時局雖然這麼差, 日子照樣也要過 特別是結婚這些大日子 更加要熱熱鬧鬧 愛在風火蔓延時, 感覺有多特別 現在晚上九點, 我這麼晚出來做什麼 其實在杜古拜師這裡 有很多富裕得人居住 所以我邀請參加一個富裕得人的婚禮 聽說很熱鬧, 不是暴動 是新娘和新娘到達 這輛車… 你好… 你好, 我的朋友 有時候他們會放煙花 他們真的爆發了 後面放了 好… 好… 結婚可以放煙花, 真是很開心 但辣刀我一頭 整個氣氛很熱鬧 全部人都很開心 這對富裕得新人 新娘被新郎哥帶兩年 他們一見鍾情 按照傳統, 婚禮會分兩晚進行 第一晚有一些簡單的儀式 只要讓大家熱身, 瘋了一晚 你玩夠了, 隨時都走得, 沒什麼所謂 你看看大家, 已經圍著一圈準備跳舞 我又參與 我們跳舞的目的就是 祝我一對新人 不過是男女分開的 男就這邊, 女就在另一邊跳 你好, 老闆, 香港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今晚, 這個剃鬚儀式 是貝德人的傳統 剃得乾淨淨淨後, 迎接的人 哇… 新郎的弟弟也被剃 開始到新郎剃鬚了 新郎就剃得乾淨淨淨 這個婚禮真是好 這裡的人很專業, 一定會剃鬚 這個婚禮真是好 又是剃鬚服務, 真是好 繼續跳舞 這晚沒什麼特別的事做過 但每個人都這麼興奮 令我們都很開心 婚禮的下半場應該會更好玩 下一節, 我們出發去找游擊隊員 游擊到土耳其軍 當然不少婚禮的第二節 好了, 今天我們的任務 就是找富爾德游擊隊 因為他們在東部散步了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逐個山頭 嘗試找他們的蹤跡 這會是困難的, 走吧 其實這個地方有很多婚禮的游擊隊 和政府軍交火的地點之一 因為左右兩邊都有很多平民百姓 可能那些游擊隊可以躲在裡面 政府軍也會經常在這裡附近巡邏 其實是否覺得擴遠在這裡bed 賺美上頭 富爾德的朋友真的沒有誇大 這頭說完那頭的軍機就出現了 軍機在頭頂飛過, 我們也嚇死了 住在這裡的富爾德人怎麼捱 大陸的朋友說不習慣也要習慣 誰叫你二等公民嗎 這個這麼漂亮的山 名字叫阿拉納山 相傳羅亞方舟是在山上的 我們現在就快到一個富爾德人的村 你遠遠看過去, 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村 你看到, 房屋全都在用石頭去興建 好的 你好 你好 剃羊毛 一想起剃羊毛, 惡夢 我小時候剃過羊毛的時候 剃損了羊, 羊全身都是血 很多人害怕, 有陰影 剃剪真的要很高技才行 毛和身體分不開, 這些是肉 等一下… 我可以試一下嗎? 讓我試一下 很怕剃到它的肉 你好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 這是學校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準備上課 你好, 很好 好, 謝謝 所以你今天在教什麼呢? 英文嗎? 對,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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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土耳其文嗎? 富爾德的小朋友在學校不可以說母語 只可以用土耳其文 但怎麼說, 有書讀也是一件好事 你…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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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some… Handsome… My name… My name… My name, OK Please call my name Please call my name… 富爾德的小朋友真的很聽話 我說什麼, 他真的說什麼 女人真是放學, 走… 放學出去踢球打球 兩隻牌射不球, 我們現在… 好 我打球… 幾條村外都找不到游擊隊員的蹤影 我們改變策略, 用癡餐做藉口 向一個游牧家族賣手 依依現在在這裡, 拿羊奶 看到後面有個兜子 怪我一拿完之後自己走路 怎麼走路 你有沒有嘗試? 她很舒服嗎? 謝謝 走路 哄完阿姨, 我又去聊聊小朋友 謝謝… 我拿到一個漂亮的位置 這個不是山水豆腐花 是羊奶芝士 好吃… 我說了她心底話, 不好意思 對, 你們喜歡東京的嗎? 對… 是英國人 你喜歡東京的嗎? 是統治 是統治 像東京的, 你不喜歡東京嗎? 不 但現在他們只教導他們這樣 好 如果你是一個東京, 你會有很多東西 你會富有, 你會有很多東西 而且你會有很多東西 是這樣的 他們給予他們夢想 小朋友懷疑被政府洗腦 讓他們只知道土耳其 不懂得父耳得 說到這裡, 男人終於忍不住 要跟我們伸領幾句 他們說的生活很困難 我們只是在山上活著 嘗試在生活中 可能有和韓國人之間 和特朗普家人對話 我之前說過, 但他們不想這裡 例如做一個好的比喻 你要她說, 你叫她坐18年監司 就會再說, 她就肯說了 這比喻是, 我想知道這個話題 是多嚴重, 和多敏感 一天, 終於在日落前找到我們要找的人了 對方還答應我們, 問他甚麼都會盡量回答 但就絕對不可以提出富爾德游擊隊 亦不可以問他跟游擊隊有甚麼關係 我們之前做過甚麼? 他說在1995年之後那幾年 他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他也沒有說是甚麼 游擊隊跟政府軍經常有衝突 整個東土耳其又這麼大 一句1995年發生的事 我們根本查不到他說甚麼 而對富爾德人來說 游擊隊做甚麼都是為民族爭取獨立 而土耳其政府和軍人就是正衰人 是黑暗的勢力 他說1993年的時候 那個黑暗的勢力就是基本上控制著他們 如果在晚上的時段 在街上走來走去 他說那些黑暗的勢力就會隨時槍殺你 都是好像是一個正常和合理的原因 你在街邊走去槍殺你 他就這樣說 直到現在這個恐懼還在他心裡 所以現在晚上他也不會出門 他只是留在家裡而已 他結婚了 有四個小朋友靠柔木為生 他說所有富爾德人每個天做事 而政府就完全沒有幫過他們任何事 他說希望他有生之年 不想再見到黑暗的力量 他也想搬出去市區住 但可惜他說還沒夠錢 也想去 可能那小朋友也想他將來 可能有個好一點的地方生活 上學, 在城市上工作 但暫時他沒有這個能力做到 做完訪問 趕快洗臉, 換衣服 就馬上趕到婚禮那邊 日子越苦, 真是越應該 對自己和身邊的人好一點 來到婚禮 Part 2 第二天 香港婚禮一天完成了 這裡玩足兩晚 而且兩晚都坐無虛席 唯一不同的是 今晚有食物和人情策 試試看見人 為何今天的舞步不同了 禮成了 正式成為夫妻了 接下來就是收禮的時候 全數都很重禮 由今晚, 由今年 我呢? 去哪裡呢? 禮禮事事 從TVB, 香港TVB 我的主持現在逐個報數 好, 賣給你 一條金蓮 勝利 真是會現場的 原來富二得仁跟我們一樣 親戚朋友在結婚的時候 會給禮金或送金器 連送姐 祝對新人快點開枝散葉 都是一樣的 在富二得仁的婚禮裡面 一切都是重選的 沒有九至十道菜 也沒有魚翅食 是什麼呢? 很簡單 可樂的貝 白飯 羊肉 再加乳酪 是這麼多 一切重選 簡簡單單更好 對不對? 這裡的人呢 不是那麼喜歡 乾杯、忍杯 都是自己吃 還嚇走人 是 我打算可以來到這裡 有沒有機會認識一個富二得的女生 做朋友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坐了男人的桌子 你看 這個一送飯 價值就是五十元歐落 不過 我們當然不是看錢 可以參加富二得仁的婚禮 可以看到他們怎樣的 舉行、儀式 已經賺到了 是不是? 可以 坐在一起吃碟頭飯 勾著手指尾 跳回拍舞 代表我們衷心祝福這對新人 永遠幸福快樂 生活的甜美就是這麼簡單 是一個很漂亮、很多古蹟的地方 不過 Minum隨時被人滅穿的額魂 阿富汗呢? 就是一個連阿富汗人都不願意住的地方 下一集繼續走過風火大地 字幕志祥